花蓮的寿风江,有七口四节等十七个村庄,带着两万多的居民中,大多是以农为业。 在实施九年国民教育以后,农村的实地都能够普遍地享受到国中的教育。 当地的民众,为了感谢总统的博弈,最近由各村发动了一项捐款, 三块五块地送到民众服务站来帮助三地清寒的学生。 今天的赠送仪式是由乡长王沐生主持,每一名学生每一个学期可以达到两百元的奖学金, 今天已经有二十多人获得了奖学金。